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 7月11日正式列边福建海事局 海巡06轮投入使用后 将有效提升东南沿海水域 水上交通动态管控和应急保障水平 将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保护海洋环境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以及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海巡06轮由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建造 船长128米 行宽16米 行深7.9米 满载排水量6600吨 主推进系统总功率13920千瓦 最高航速23节 续航力1万海里 自持力60天 能够到达全球除南北极以外的所有海域 该轮能在12级封9级海框下进行深远海巡航 在11级封7级海框下开展海事执法活动 是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监管和快速反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海巡06轮上设有直升机机库 配备扫海灯 光电搜索 雷达探测 红外线感知等设备 能够对海上预险船舶 落水人员等多目标类型进行搜寻救助 还配有消防水泡 空气潜水 气动切割和应急拖带设备 对于船船 碰撞 火灾 污染 失控 触礁等险情事故 也具备一定的应急处置能力 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海上客货运繁忙 航线与沿海渔场交叉重叠 加上春季浓雾 夏季台风和冬季大风的影响 台湾海峡历来船舶险情事故多发 每年险情事故数量约占全国的10% 海巡06轮建造裂边 既是构建现代化 智能化 水上交通动态管控新格局的现实需要 更与福建省加强应急体系建设的要求不谋而合 海巡06轮列边在福建对主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将有效增强台湾海下水域内海事监管和服务的力量 同时有提升传播动态的管控 和水上险情事故的应急处置的水平 记者了解到 福建是海洋大省 拥有陆地海岸线3752公里 全国第二 沿海有大小岛屿2214座 可见万吨级博位深水自然岸线501公里 渔业和海上养殖业 也是福建省的传统支柱产业 常年在台湾海峡作业的渔船数量超过3万艘 每天过往台湾海峡的运输船舶也将近3000艘 花佛 obscene子 又维duction了 船花帝 沙坝 金 油 路